各位观众你们好 今次想和大家谈谈英国的Council Tax 这个话题 有些人就叫它做市政税 我会讲一讲究竟什么是市政税 它是怎样计算和有什么用途 另外会讲一讲究竟这个税项是贵不贵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很多香港人热门的移居地点 也会讲一讲如果你在租楼或者买楼之前 想查询一下那个心仪的物业 究竟Council Tax 数码是多少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查询呢?都会讲一讲的 最后都会讲一讲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是可以得到一个欢面或者折扣 就可以给少些或者不用给市政税的 首先讲一讲就是市政税是什么来的 其实市政税是一个每年要交的一个费用 就是给你那个地方政府 就是Local Council 提供一些 给那个地方的居民的一些服务的 就在英格兰 威尔斯和苏格兰都会收的 在北外它们有另一个名字 有另一种模式的 就叫做 Domestic Rate 通常Council Tax 就是一次过给 要是分十期去给 那究竟Council Tax有什么用途呢? 详细讲多一点点 通常都是讲的是一些地区的服务 例如说警察、消防、文娱康乐 比如说公园、运动设施、图书馆等等 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就是收垃圾 还有费物处理、收桥补路等等 另外还有那个市政府本身的一些行政费用 以及一些基本服务 例如说搞这个选举 生死和结婚注册等等 那究竟它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 首先它就跟香港那个猜响有少少不同的 它就不是用现在的物业这一刻的市值去计算的 它就是看回一个以前的一个指定日期 那就是说假设你的物业在以前的日期 卖出的时候会值多少钱呢? 那就根据这个当年的市值 这个假设性的市值呢? 就去计算究竟是属于哪一个分级 即是哪一个Band 然后就看回要交多少钱的 那也是跟香港的不同 就是它不会说每个单位都要计算一个很仔细的数字 可能每个单位就算同一座大厦都不同 那它的计算方法就简单一点的 就是计算那个价值 然后分成不同的层级 而英格兰为例就是分8级 而威尔斯分9级 而苏格兰也是8级 也就是说收费只有8至9级 就不会说仔细到逐尺去计算要收多少钱 英格兰就是A至H 而威尔斯就是A至I 也是根据指定时间 以英格兰为例 它就是假设你这个物业在1991年4月1日卖出的时候 究竟会值多少钱呢? 那就用那个价值去计算它是属于哪一个Band 而威尔斯就是用2003年4月1日的价值去计算这个物业 究竟它是属于哪一个Band 那苏格兰也是有8个Band 不过这个数额也有些不同的 就是那个估值 这个都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接下来就讲讲那个市政税的排行榜 就是说英国那么多个地方 究竟哪个地方会是便宜些 哪个地方会是贵些呢?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一般来说那个物价、租金、楼价 各样东西似乎都是伦敦比较贵的 那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所以伦敦是零射贵呢? 那个市政税 又或者其实香港人热门的那个移民居住地点 会不会那个市政税都是贵些呢? 那我们就看看了 那有一个网站就整理了2021 2021和22就是这个年度里面的不同地方市政税 那它的方法就是找出中间的Band 就是说Band D去做一个比较的 比较会是公平一点 那大家无论是哪个地方都好 都用Band D去比较 那看看Band D究竟全年那个Council Tax的数据是多少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竟然最便宜的 排第一的呢 正正就是伦敦的一个区叫Westminster 那它是829磅的 在这个年度里面 那第二的 Warnsworth呢 亦都是一样了 就是低过这个1000磅的 那么 紧紧跑输少许Westminster 那就是845磅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是这两个的Council呢 是在Band D来说呢 是低过1000磅的 那竟然出乎要之外呢 是伦敦啊 最便宜的 那再数下去了 大家会看到呢 一路排下去 又第三排下去 那其实总共呢 这个统计是 这个统计是计了 362个不同的Council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整个排名里面呢 由第一去到第362 究竟哪个是最贵 哪个是最便宜了 也都可以看 里面呢 找到一些 香港人热满的居住地点 它们会不会收得很贵呢 那这样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 的名字 比如说在苏格兰 爱丁堡 其实它都不算很贵的 排第28的 那再数下去了 有没有一些我们 香港人比较熟悉一点的地方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Barnett 排第60的 都不算非常贵的 似乎它都是 都是Council Tax都相移的 另外一个呢 根据一个机构调查呢 都很多香港人想去的 E0这个地方呢 那排第52的 都算是比较便宜的 那个Council Tax 那另外就是 另一个大城市 Birmingham 那排第77 那如果Band D 是一年是1756磅的 那个Council Tax 那再数下去 还有些什么热门的 一些地方 来Manchester 排第92 那另外就是Sutton 很多香港人都会想 选择的一个 伦敦的居住地点 排第114 那另外呢 就是MK 125 那我们看到其实 中游位置 大部分都是千多磅上下的 那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最主要的 一个价格的区间来的 那再数下去 还有一些 可能比较多人认识 或者比较多人 考虑的一些 居住地点 例如Saintopens 那有些人形容为 一个中产的居住地点 那另外还有 Cambridge 都有些 朋友会考虑的一个地方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 Harl Watford Watford 是近来 比较多人谈论 这个地点 可能也是因为 有一些 宣传 一些楼盘的介绍 所以可能会多了 人认识这个地方 那再数下去 还会见到更加多的地点 那有些都会是 一些香港人关注一些的 例如 这个 Cherfield 那也是一个 比较多人 最近会多些谈论的 一个地点 那再下去 又会见到一个 比较多人谈论 很多人都考虑 会去的地方 就是Gilford 那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看它是 比较是 比较是 环境 清幽一点 漂亮一点 另外呢 就不会说 好像在伦敦市中心 那么贵的 那这个都是 有不少香港人都会 考虑的一个地方 那 然后再看下去了 Liverpool Ozford 那可以看到 这两个地方 都是属于叫做 比较后段 即是在这个网站 形容为 叫做 very high tax 那另外一个 也都很多香港人 的热门地点 这个可以说是 根据调查牌 第一的 最多人有兴趣的 Kingston 其实都挺贵的 你会见到 Bandy 每年要付 2057磅的 council tax 那数下去了 榜尾 即是说最贵的 有哪些地方呢 包括Bristol 这个很多人考虑的地方 而最最最最最最贵的 就是Nottingham 那就是排第362席 即是排包尾 是最贵的 而Bandy 在2021至2022年 这个年度 是2226磅一年 那在这里买一买广告先 如果你未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欢迎你按这个订阅锡 可以按旁边的钟 的图示 日后就会收到 我的新影片通知 也都欢迎你给他like 这个影片 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以及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跟着讲讲 怎样去查一下 这个市政税 council tax 的数额 其实不同的地点 是有不同的网站 可以了解 council tax 的机制 以及去到 有些连结 可以按下去 查询的数目 大家可以跟回这些连结 便找到 我也都会放在 这个影片的简介 在那里 以英格兰为例 去到这个网站 按开始 然后再输入 这个 你心仪的物业 postcode 然后按search 之后 你会看到一个列表 就会列出了 同样都是 这个postcode 的一些物业 以及他们的council tax band 另外也会列出了 哪一个local authority 即是哪一个市政府 如果按下去 会看到详情 譬如说 它的reference number 什么时候生效的 这个council tax band 如果你按下 那个local authority 的名字 就可以跳到这个市政府 他们的网站 那里 就可以找到 他们不同的 那个band 究竟是要交多少council tax 可以看到有一个breakdown 例如说 这个是一个伦敦的一个区 你会见到它有一项 就是整个greater london的收费 另外一些就是 adult social care的费用 另外就是这个市政府 本身收的费用 然后最后 最右边的column 你会见到 这个总数 就是刚才说的 这几个数字 加上的总数 最后就是想说一说 有什么情况之下 原来可以有机会豁免 或者打折扣 只是不用交那么多 其实有网站 整理了有很多的可能性的例 因为收入 因为那个身份例 可能是学生 家庭的状况 都有可能的 因为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们不逐个讲了 讲一些比较主要的 首先要讲讲概念 就叫disregarded的概念 就是原来我们计concil tax的时候 是需要计算你家里面的人 但是有些人 是不会计算在内的 就是disregarded的 政府的说法就是说 如果这间屋里面 所有人都是disregarded的话 那其实 那个council tax的bill 就可以有半价的 就是只需要给一半的费用而已 而如果你是一个人住 又或者你是家里面 其他人都是disregarded的话 那其实就是有个七五折的 那哪些人是disregarded呢 首先有些是年龄相关 例如说18岁以下 另外就是如果一些是 全日制的学生的 另外有一些个别的 特别的身份 例如你是student nurse 或者你是可能是一个 比较严重的 mentally impaired 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精神状态方面 是有一个严重的一些情况 那这些特殊的情况 都有可能是会得到一个 disregarded的身份的 另外一个特别之处 一个特别的discount 就是说的是fulltime students 那如果 里面所有的人 这家里面所有的人 都是fulltime students 那其实是不需要给council tax的 根据这个政府网站的说法 但是呢 怎样为之fulltime students 它是有些条件的 例如说 整个课程是多长 以及每个星期的授课时数是多长 所以呢 有疑问的 欢迎问回你们的council 那另外就是一些disabled的人士 一些商界人士 那如果因为你的身体状况 而令到你是需要住一个 大一点的物业的 就是比你原先需要住的 大一点的 那其实呢 有个机制是可以去扣减 那个council tax的 那就可能是跌了下去 上一个band那里 就是说交少一些council tax 那但是要证明些什么呢 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身体状况 而是需要一个大一点的厕所 厨房 或者是其他那个 那个房间 那又或者是因为需要用到这个轮椅 而令到那边是需要大一点的空间 去使用那个轮椅的 那这些情况呢 都是有机会去拿到一个比较低一点的 那个council tax的费用的 那另外刚才提过的 那如果是一些严重的一些 精神上面的 有一些状况的朋友呢 那其实都是有可能 他得到一个 灰面或者扣减的 那另外呢 可能大家都很关心就是 如果你有多过一间屋 或者你家屋是空置的 会怎样呢 那政府网站就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呢 通常来说呢 usually 那你是需要呢 是去给这个council tax的 即使你是有一间你拥有 或者你租屋 而不是你主要的居所 那比如一些holiday homes 即是度假的度假屋 那但是呢 他也提到就是说呢 这个council呢 是可以决定 会不会给一个discount 会不会给一个折扣你的 那由这个council去决定的 那所以呢 有移民的 就找回你的localcouncil去问一问了 那另外就是空置的物业了 那其实呢 空置物业呢 通常来说呢 都是要交这个council tax的 那甚至呢 就是如果你空置的时间是很久的 两年或以上呢 甚至council tax是要给多些的 那不过 如果有些情况之下呢 其实你是有可能呢 是因为那个空置物业呢 而是有那个 扣减的 那也是一样的 要找回你的council去问回的 那有些情况呢 其实你是不需要给council tax的 那除了以上讲到的情况之外呢 另外有些可能性就是 就是那间屋是空置 而空置的原因呢 是例如呢 那个屋呢 那个主人呢 即是住在这间屋的人呢 他现在是在囚的 那即是他都住不了这间屋啦 因为他在坐牢的 那又或者可能他是 就是住在一间医院里的 那这些情况之下呢 都是有可能呢 是可以得到是一个豁免的 那最后呢 就是如果呢 你这间屋呢 是做着一个大型的维修 major repair work 或者是一些 结构的改动 structural changes 的话呢 那其实呢 是有机会有 discount 还有也要看回 就是什么时候才会生效 那个给那个council tax 那长程呢 都是找回那个council去问回 那council呢 可能会决定回 在哪天开始呢 才需要去到交这个council tax 和费用的 那大家要留意回啦 有任何的疑问 或者觉得有可能是 是拿到豁免 或者是discount的 那就可以呢 去联络council 做一个查询的 那最后再买一买广告 其实呢 我在facebook 和patreon 都是我的专业的 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文字 和数据分享的 例如说呢 不同的地方呢 他们的学校的资讯 上面都会有一些事算表 列出了不同的学校的资讯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 有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上去看看 我的facebook 和patreon 那今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你的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这个周难以可 请订阅 小to 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